那年,在一次采访中,柳妍竟因一句话得罪了圈中大佬陈凯歌 2005年,电影《无极》上映前,在一次发布柜上,柳妍被安排采访陈凯歌 毫无经验的柳妍,第一句话就戳到了陈凯歌的心 作为导演,自己的作品就像自己的孩子一样 而且在《无极》这部电影中,陈凯歌也付出了很多心血 对这部电影也是给予厚望 所以他不想听到任何关于自己作品负面看法 而对于柳妍来说,也是受到很大的打击 在接下来几个月里,时刻想着自己会不会丢掉工作 因为家里还有患有癌症的母亲等着他挣钱医治 因为他输不起 谁知,柳妍竟因祸得福,公司不但没有开除他 而且还表扬他,为公司增加了很多热点 并开始安排他走谐星路线 柳妍很珍惜这份来之不易的工作 其实,早在2002年时,柳妍的母亲就被查出患有职肠癌 因为哥哥的腼腆内向,工资也很微薄 为了给妈妈治病,22岁的柳妍得知光线传媒举办了主持人选拔赛 冲着1万元的巨额奖金才参加的比赛 虽然没有得到奖金,但却被光线公司看中 谁知,刚上班不到10天,就发生了开头的那一幕 后来陈凯哥也意识到自己情绪有点失控 随后他也表示出了自己的看法 那年,柳妍被这篇人指着鼻子大骂 什么都不是,你就算跪下来舔我的脚趾,我也不会让你来主持 其实大家仔细看完就会知道,柳妍这一路走来历程坎坷 2005年,因说话得罪陈凯哥后,公司便把柳妍安排到一档综艺节目 周六乐翻天做主持,和吴宗献一起主持 听起来是做主持,其实很少有他说话的机会 在节目里就是一个行走的大律夜,尽管被侮辱谩骂 为了出头,柳妍也坚持了下来,娱乐圈就是这么的现实 你想要出头,没有背景的话,就得忍受一切的苦难 柳妍熬了这么多年,终于等到了机会 2011年,柳妍受邀出演陈家上导演的画壁 仅以自己傲人的身材被众人所知 发布会上,柳妍为配合电影宣传 更是以低胸装束亮相,为电影博足了眼球 此后,柳妍便发现了自己的流量密码 开始走上了性感之路 就在柳妍霸占迎平时,没有什么名气的大鹏 突然想干老演,拍的是18线网剧 也没多少经费,根本没人愿意搭理他 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柳妍帮了他 有了柳妍的支持,大鹏凭借屌丝与女神的组合 迅速走红,在娱乐圈打拼8年的大鹏 终于尝到了火的滋味 随后2015年,拍出了自己的第一部电影《煎饼侠》 这部电影讲述了他们自己的小故事 从小人物打拼的心酸史 柳妍啊,什么都不会的 只会借雄上位 兄就是你自己的,你跟谁借的呀 鲍贝尔结婚,却把柳妍推上了风口浪尖 导致她的事业一落千丈 2016年,鲍贝尔和鲍文倩大婚 醒来很多明星,本来是一件喜庆的事 却因为伴郎们的举动让吃瓜群众感到不满 那天,鲍贝尔为了制造气氛 却有了想把柳妍扔到水里的想法 她率先冲过去,抓住柳妍 随后作为伴郎的韩庚,王祖兰,杜海涛,李灿森,曾一俊等人 一涌而上,分别抓住柳妍的双手双脚 要把她扔进水里,就这样四脚朝天的被抬走 现场宾客纷纷拿出手机看着柳妍出丑 要不是贾铃出手相助 柳妍可能要在众目睽睽之下上演失身的尴尬局面 这件事曝光后让网友大跌眼睛 有人说男星们没有底线 有人骂柳妍借此炒作 当时,王思聪也来凑热闹 直言说他就是故意炒作自己 这句话直接让柳妍在娱乐圈中被孤立 事后,柳妍也是第一次站出来道歉 这难免会让网友有些懵,不应该是那些男星出来道歉吗 反而作为受害者的柳妍要先道歉 时隔三个月,柳妍再次回应 自己没有借此炒作 如果我有借别人的婚礼炒作这件事情的话 就是不得好死 其实大家不难想象 柳妍如果真的想炒作 凭借她的条件,早就绯闻满天飞了 这种临时起义的情况下 她难道还能未卜先知吗 这件事过后,不仅没有人同情她 还遭到大家的排挤 即使柳妍纷飞之时 大鹏依旧站在柳妍身边 并在2019年邀请柳妍出演自己的电影《受益人》 让年近40的柳妍拿下了最佳女主角 她终于撕下了靠胸上位的标签 让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柳妍 一个底层家庭出身的女孩 靠自己挣的今天的一切 在北京这座城市站稳脚跟 拯救了一贫如洗的患病之家 她也值得大家去尊重 这次的水面中 就是一簇 pressure